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个讲题中 我们探索并解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中 三天事信息 总而言之 第一位天使在上帝最后审判的背景下宣讲福音 并敦促世界承认上帝是人类的创造主 第二个宣布永恒的福音的胜利 以及巴比伦虚假福音的崩毁 而第三个宣布最终的审判 那些混合了一起的邪恶的宗教和政治权力 以及这些邪恶的力量最终如何倒下呢? 感谢上帝的爱和正义 正如他通过了福音去揭示的一样 你可能都会注意到 我们介绍中说了四次福音这个词 有时福音这个词可能会造成混淆和误解 福音书虽然是新约圣经当中 马太福音、马鹤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新约中的前四本书 但福音这个词也具有更广泛的含义 在我们继续分享之前 重要的是能够了解他真正的定义 简单来说 福音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分享好消息 每个接受上帝成为自己的救主 并且愿意成为祂的样式的人 都可以得到救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透过启示录当中 三天使当中的信息 我们都在宣扬着这个福音 基督敦促祂的子民回到祂的身边 接受祂的恩典人类才能够得救 现在让我们继续揭开更多启示录的奥秘 来更加深入去挖掘 并且具体看看福音是如何作功的呢? 启示录当中的福音 在启示录书当中 福音首先出现在祂的导言里面 当时祂的作者约翰为耶稣献上重赞 或者说了很多连续的赞美 在第一章第五节里面 祂将整本书献给那位爱我们 并且用祂的补血 将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的耶稣 在这里 约翰认识到耶稣是爱的福音 祂用流血牺牲的形式 以及打破了罪的权势 释放了我们可以服侍上帝 并且上帝的拯救 请注意到 约翰是用爱我们这个字中 如何使用现代式的语法 祂没有说到耶稣过去是用爱我们 或者将来会爱我们 这个说明到 上帝对我们源源不绝的爱 不会因为我们在过去或将来犯了任何罪 而有所改变的 也没有任何我们过去做过或将来做的善恨 去增加上帝对我们的爱 上帝的爱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只有藉着上帝的爱和恩典而得救的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这就是福音 就是好消息 福音是通过耶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行为而实现的 并成为桥梁 将我们的罪恶 堕落的本性 与上帝完美的本性结合起来 圣经说 明白这个机制 如何打破罪的权势 是远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所提到的 华爱伦在他的书中 《历代欲望》说到 人类和天使将会一直学习 并尝试了解他 你看看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行为 不是事后的想法 也不是上帝在亚当和夏娃 选择让罪进入世界后启动的备用计划 不是 福音是创造世界之前 由上帝所构思的 耶稣知道罪终有一日必被打败 尽管知道祂必须为此而死 但祂仍然继续前进 创造了我们 这就是真爱 高阳和福音 在圣经里 耶稣经常被描述为被杀的高阳 中观这个旧约 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 很多世代都在祭坛上 祭殿高阳 在这里也无需去到奥述了 这是上帝启动计划的实践 借以提醒祂的子民 终有一日 尼赛亚会为了我们的罪 而代替他们的死 亲手杀死这只高阳的行为 令人无骨悚然 令人痛苦 高阳是渺小的 无辜的 没有抵抗能力的动物 耶稣是高阳的比喻 并没有真正描绘出一位全能的上帝 将祂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画面 但同时祂的确如此 在启示录中将耶稣描述为被杀的高阳 是约翰写作的中心主题 这个描述第一次出现在哪里 就是第五章 上帝坐在祂威严的宝座上 手里拿着一本封印的书 只有被杀的高阳才能打开 在这里高阳是很特别的 也很强大 不久之后 主的一位天使称耶稣为犹大之派的狮子 所以耶稣既是高阳 亦是狮子 你看看 狮子和高阳之间 这个对比就是福音信息的核心 好消息的是 犹太的狮子一位全能的上帝 他选择来到地球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战胜了罪恶 他谦卑致死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当中最脆弱 最痛苦 最可怕死亡之一的是 将软弱变成了力量 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约翰说 当站在上帝宝座周围的人 看见高阳时 他们就苦福敬拜他 唱到你是佩得的 被杀的羔羊 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国族 国方 国民 各国中 买了人来 然后 在第七章第十四节 约翰描述了 人们的葡萄 是如何被羔羊的血洗成雪白的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的牺牲 不仅拯救了人类 也使剩了他们脱离罪恶的权势 当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 这个从最终的淨化 使得我们在有生之年 能够与上帝同行 并且侍奉上帝 我们现在有幸与耶稣 一起与撒旦作战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里所说 这就是通过 我们见证中的话实现的 当我们因为耶稣因牺牲而得救 并且洗剩罪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他人见证 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正是这样做的行为 有助于击败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 我们知道 随着末日真战的临近 撒旦会试图透过欺骗、迫害 来征服上帝的子民 与基督教的叛教者 统一其全球政治的权力 在第二、第三位天使的讯息 警告我们这一点 但是与此同时 上帝正在呼唤他 来自各国、各族和各方的末世子民 为基督的在来再做准备 在这个最后的真战当中 胜利只有透过高阳的血才有可能 我们需要了解福音的讯息 和当中的含义 我们需要接受基督的牺牲 和救赎的礼物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让这份 无条件的爱的礼物 从来到爱改变了我们 并且赋允我们每个人 或者在世界分享我们独特的见证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